讲完了资产负债表 我们进入利润表的编制方法 利润表的编制更加的单纯一些 它就是根据收入和费用类的科目的本期的发生额 收入类是贷方发生额 费用类的话是借方发生额 直接来填的 来我们看一下 利润表的结构 头一个 营业收入 它这个营业收入是一个总称 它包括的是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是这两个科目的本期贷方发生额 直接打包加起来的 营业成本是主营业务成本加上其他业务成本 然后往下走 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管理费 请注意这儿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 年发费用不是个一级账户 它是管理费用的二级明细 我们只是为了突出研发费 所以说单独写一个研发费用 实际上它是管理费的二级明细 那你这儿填了之后 填到了这个研发费 剩下的你再填管理费 这个我再重复一遍 研发费用不是一级科目 是明细二级科目 属于管理费底下的明细项目 我们为了突出研发费 单甩出这么一项叫研发费用项目 剩下的话 再填到管理费 再来 财务费用 其他收益 这都是抄的 包括这个投资收益 也是抄的账户的本期发生额 直接整过来的 这里面没什么技巧 往下走 净场口套期损益 这是根据净场口套期损益的 本期发生额来直接填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直接抄的账户发生额 这个收益是正号 损失是负号 信用减值损失 抄账户发生额 私产减值损失 抄账户发生额 私产处置损益 它的报表的名字 不叫私产处置损益 叫私产处置收益 这就是资产处置损益科目的 发生额直接摘过去的 收益在正号表达 损失是负号表达 最后得出一个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算完之后 再加上银外收入银外支出 银外收入银外支出 也是账户的发生额 直接摘过去的 得出最终的利润总额 锁的税费超的 净利润是到底的 剩下的话呢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 在这你先简单看一下 什么持续经营净利润 终止经营净利润 咱们前面不讲过一个 叫持有待售吗 里面有个终止经营 如果属于这块的话呢 放在这儿 其他的话放在这儿 那么这个其他 综合收益事比较多一些 其他综合收益 咱们说了好几遍了 你看一下 它分为将来不让入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都讲了好多遍 谁呀 第一个 重新计量设定 受益计划净资产净负债 形成的价值波动 重新计量设定 受益计划净资产净负债 形成的价值波动 首先归入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的话呢 将来其他综合收益 转的应该是留损收益 不让转损益 那你看他这个是 职工薪酬准则第九号 设定收益计划里面的 这个 重新计量设定 受益计划净负债 净资产的价值波动 入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不让转损益 权益法下 不让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说谁的呢 你先别关这个 你先看第三个吧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应价波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供应价波动 是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处置金融私产 实施转留损收益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权益法下 当被投资方出现 一和三的时候 投资方权益法的对应 也会认定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基于一和三的 被投资方出现的 这种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法认定的 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也是不让转损益 还有谁啊 就这个 自身信用风险的供应价的波动 这个呢 有一个了解就行 这是将来不让转损益的 转损益的更多一些 第一个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就说权益法下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俩 被投资方的 别的被投资方出现的 其他综合收益 它本身将来多少转损益 我们基于它的权益法 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也让转损益 就把刚才那个甩出去之后 其他的多少转损益 这个将来转哪去 转投资收益 这个将来转的是投资收益 往下拉 其他债权投资的 共产下波动 这个走的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转的 处置是转投资收益 也是转投资收益 金融资产重分类 这也说的是谁啊 就是那个债权投资 重分类为其他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重分类为 其他债权投资 增值在贷 贬值在借 增值叫利得 贬值叫损失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在将来处置金融资产时 也要转投资收益 都是投资收益 这个转的方向是一样的 其他债权投资的性减值准备 其他债权投资提减值 它是先做散试价的下滑 然后重重转出一个性减值损失来 借记性减值损失 代替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将来也是要转正式的损益 来再看第五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这个呢 我们将来这个 知道它这个内容就行 什么有效套期和无效套期 这都说过的 现金流量套期利得损失中 有效套期的 它是先计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转损益 无效套期的直接转当期损益 这块的话呢 就像刚才这个 套期保值准则规定在一定条件下 将原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个有效套期的利得损失 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这个将来也让转损益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咱刚讲过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在整个的报表里面 它的名字叫 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种情况下 它的境外经营 将来在处置时 这个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又按照比例 转为正式的损益 读一下 根据这个19号外币折算准则 对境外经营的财报 进行折算 应当将外币财报的折算差额 在私产负债表中 列其他综合收益 处置境外经营 要把此处置对应的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有所有的权项 转为正式的损益 如果是处置一部分 那就是部分 转正式的损益 还有一个 就是咱们聊的 自用房产存活 转化成公寓模式的 投资性房产的增值 代其其他综合收益 内加利得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在处置房产时 是转其他有成本 就这个 最后算出综合收益总额 然后是美股收益的 基本和稀释 这两个的话 以后会详细讲 在这你就别看那么细了 这是咱们说的 利润表的整体结构 和它的编制的 一些内容和方法 谈不上技巧 就是一个基本的结构 甲公司 为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 税法规定 09年免交所得税 09年发生如下事项 第一 盈余攻击转增资本 这个账怎么做 盈余攻击转增资本 应该是借记盈余攻击 代际石筹资本 它引发的是 所有的权益的 内部结构调整 向股东分配股票鼓励 股票鼓励 借记利润分配 代际股本 代际资本公基 这个也是所有的权益的 内部结构调整 接受控股股股东的现金捐赠 控股股东给你捐的钱 相当于是个变相的资本性注入 我们作为接受方 是借记银行存款 代际资本公基 它是现金 那就借库存现金 但是一般的话 没有现金 都是银行存款 它这说的现金 其实说的就是银行存款 广义的嘛 这个带资本公基 外币报备折算差额 这个走其他综合收益 其实 自然灾害产生的固定 资产净损 这个走隐远之处 会计政策变更 调减年处留存收益560 持有的短线投资 供应价上升 这个代际供应价变动损益 处置联营企业股份 原来即资本公基 代方的这个50 转正式的投资收益50 因其他债权投资 预计信用减损下降 在原来确认的 减值损失范围内转回 这个转回的话呢 属于减值的反冲 代际信用减值损失85 问营业利润影响是多少 这里面跟营利润扯上的 都是有谁呢 数的 这个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 这个有60算一个 这个有50转投资收益算一个 冲信用减值损失算一个 加一上 60加50加85 营业利润 追加195算C就对了 刚才这个事项 对所有的权的总额影响 影响所有权总额的是谁 数着 这个不影响 这个不影响 这个影响 加着 350我算一个 这个呢 这个也影响 加70 往下拉 这个影响 减1200 这个呢 调减 调减影响 减560 这个呢 影响 加60 这个不影响 为什么 资本供给转投资收益 最终是所得权的内部结构调整 因为这个投资收益 要转 留存收益 那么还是所得权的内部 但它银行业利润 最终的话呢 它是增加减少 都是所得权 这个不影响 所得权总额 这个影响 这个是加85 最终是减1195 119算币就得了 再来 21年的单选 甲公司发生 如下事项 第一个存货底债 重组收益20 那等会儿 这个底债 重组收益20 搁哪去 这个走其他收益 增加20 固定私产 盘盈100 这个贷的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00 调的是年出 留存收益 存货盘盈 这个充管理费 管理费充实 固定私产的报废利得 走营业外收入 1万 问谁寄营业外收入 就这个 这个寄 别的都不寄好吧 就1万 算递就对了 你看事项一 是走其他收益 事项二代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事项三 充管理费 事项四 就是刚才这个报废利得 走营业外收入 利润表的话 基本上从它的出题角度 基本上没什么东西 或者没什么难度 它可能稍微难的在哪呢 就是那个 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不然转损益的 你把这个的话 可能要分得清楚一些 其他的话 真没什么东西可展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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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